宁家不是还有一个宁静吗 我们两方可以一起施养 我如果成了宁城府的主人 聚运宝业 你我各占一半 如何 我还是喜欢这种类型的 对宁静那丫头可没兴趣 我不挑食啊 最好是能左拥右抱 你想独吞两个 不不不 其实也简单 他们姐妹本就长得相似 到时候咱们玩腻了 各位人杰 晚上好啊 叶 叶宇 没什么人 正好 顺座好物伤 叶宇 你难道还想跟我们两个动手不成 叶宇 你不惊许 好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好 哎呀 你倒是挺结实的 居然没晕 怎么 你还打呢 相见之外 万象 叶鱼 我的女人就和我擎天妖府结缘 值得吗 想杀我的人多了去了 不在乎多你这一个垃圾教派 是你逼我的 是你逼我的 叶鱼 青天妖府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叶鱼 叶鱼 也叫你死 叶鱼 居然和你之中仰剑的事 是我的心 叶鱼 去不死吧 十万八千剑 叶鱼 你没事吧 小师姐 你醒了 好啊 你们家竟然联合叶鱼 攻击我青天妖府和不朽逢桃的传人 你们等着 不愧是十大人节之一还真不好对付 都怪我 怎么又怪你了 是我自己逞强 什么 叶鱼和青天号打起来了 准确来说 是和青天妖府不朽皇朝两位传人都发生了中毒 青天号圣词还是连夜被抬出宁城的 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叶鱼确实有点本事 虽然冲动了些 但此举倒是大快人心 一气用事的家伙 宁静到现在还没回来 说明他也受了不小的伤 父亲 青天妖府和不朽皇朝会不会 小辈之间切磋 他们不会太过追究的 你们这是干什么 青天妖府可来迎娶宁宴小姐 父亲 父亲 姐姐 青天妖府这是何意 之前的商议中 我可未曾允诺过这桩婚事 我们圣子受了这么重的伤 可都是为了宁燕小姐呀 您总得有所表示吧 你们好歹也是东圣神州的大教 居然为了既不如人的小辈 来逼婚吗 圣子输了 所以我们才亲自来为他求娶宁燕小姐 这正展现了我青天妖府的诚意 或者你们让叶宇出来 我倒要看看 他背后的瑶池阴阳学院 能否为他出头 青天号那双地图还真是可怕 我修行了问心中 竟然都没防住 小师姐 难道已经回去了 业余挑衅我青天妖府 我当然要来领教一下 年轻人的本事 但宁燕小姐 如果主动选择我们圣子 我们自然也会稀释宁人 我的婚事由我自己做主 与他人无关 好目 长老 长老 老 小姐 忘了我女儿 忘了他们 您拧主 姑姑,你与我青天妖府联盟是最好的选择 与宁燕小姐也会有一个好规则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姐姐,别看他们的,不可以答应他们 好,我可以嫁给青天昊 但是你们之后,又不能干涉宁城一切事物 也不能伤害宁城所有人 还是宁燕小姐识时务,以言为定 青天妖府的迎亲队伍就在城府外 宁燕小姐,尽快做准备吧 青天妖府使这种逼婚的下作手段 会不会有失名门望族的脸面呢 叶宇 你就是叶宇 猜到神通寂静 还是让姚迟先后出来 老夫一直想领教她的高招 你还不配当血炎节的对手 这小的竟有余力挡下我这一招 你不过如此 这老头居然有接近法身镜的力量 够了 青天妖府不是答应过 不伤害宁城中任何人吗 我们走 宁燕 父亲 不用说了 女儿总是要嫁人的 况且 青天妖府 确实是不错的靠山 什么不错 我都说了 青天昊和全名都寄予宁城宝夜和城主之位 师姐你怎么还往火坑里跳呢 你选她还不 宁燕 姐姐 以前我就觉得你很愚蠢了 明明什么都保护不了 还非要多管闲事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你怎么还不懂 有些人的命运早就被决定了 弱肉强食 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 我不这么认为 随便你吧 我才懒得管这些破事 宁燕 你何必故意说这些话伤害她呢 她既然叫我一声尸击 我总不能将自己的师弟也推进火坑吧 多管闲事 业宇啊业宇 你还是不了解女人 不长记性 殿下 殿下您息怒我 滚 怎么又是她 两个废物 关键时刻保护不了我 过后就知道请罪请罪 谁 你一个不朽皇朝的皇子 怎么过得那么悲惨啊 没再和青天号狼狈为奸吧 业宇 其实 宁城府那点底蕴 根本入不了我的眼 不过我的人可打探到 城外有不少青天妖府的弟子在潜伏啊 宁家这回 可凶多吉少喽 啊 和我有什么关系 走了 希望你下次别遇见我啊 谁想遇见你了 真是晦气 姐姐 你一直都比我厉害 从来不会认输的 我只是选择了最好的结果 宁家还有你在 就不算数 宁城是母亲的家 是我们的家 你要帮父亲收好这里 知道吗 我知道了 聚音宝夜仪准备完毕 请阁下稍等平刻 哎 那什么 你们家小姐在哪呢 青天妖府的人 刚才来接的小姐 这时候 应该快到城外了吧 哦 你先下去吧 哎 我跟个女人 堵什么气啊 让叶公子久等 这便是你要的 黄金级的聚运宝业 以公子的底蕴 这些足够你成就道种了 谢宁城主 请问宁静师姐在吗 宁静一直在屋子里没出来 我亲手将她姐姐送上花轿 她肯定在怨我 叶公子是否想说 我很无能 叶公子是否想说 我很无能 如果收了人家东西还骂人 我也太不要脸了 唉 我的确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他们很小便被我送去阴阳学院修行 这些年巨少离多 但是 他们从没让我失望过 谁都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您已经尽力了 当初入赘宁城府 多少流言蜚语 说我攀龙赋凤 我都没后悔 因为我知道 我与他们母亲是真心相爱 可 可现在 我是真的后悔了 凝城主 其实我 父亲 啊 啊 啊 宁燕师姐 宁燕 你不是已经 不是我 是宁记 那个笨蛋把我打晕 自己坐上花轿了 什么 父亲 姐姐 一直以来 都是你们保护我 可我早就不是那个任性执安晚闹的姑娘了 这次 请让我来守护你们吧 下 驾 鱼 两位这是要去哪儿 我才是宁燕 赶紧让你们的人回来 长老说了 如果有人要捣乱 一律当抢亲的处理 杀了 既然如此 那今天你圣子的亲手 先给启定 叶宁 和你在宁城游玩 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以前我胆子很小 但认识你以后 我好像变得很勇敢 所以 现在的我也一定可以 叶宁 叶宁 怎么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哟 这是哪家的小娘子啊 被我截胡了 叶宇 你真以为有摇池先后为你撑腰 我就不敢动你了吗 每次都拿血盐解说识 你究竟是忌惮摇池 还是根本就不敢对我出手 不好 冰龙 冰龙 玄冰玉 封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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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叶师姐 姐姐 粉丹 回去再教训你 你看呢 刚才非要自己逞强去对付那些弟子 现在韩世发作了吧 闭嘴 现在 现在 只有你说的那个办法 这可没有后悔的余地 你确定吗 我愿意 你一定肯定也是愿意的 好 我宣布 以后 你们就是我的侍女了 我还有姐姐 一起 嗯 希望未来 你们都能忠诚于我 信任我 帮助我 照顾我 爱护 哎呀 别废话了 你快点 这是最后一次啊 以后再对我动手 我可是要翻脸的 我 我竟然突破到道种境了 嘿 恭喜 圣体完整复苏 又得古地传承 你们现在的实力 不亚于任何一个教派世家的长老了 不长眼的狗东西 都把路让开 居然见到我们晴天妖府的人还不行礼 这 这明明就是宁城的地盘 你们 不想死就快点滚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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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寅元帕 我来算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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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寧雁芳 身边连个亲信都没有 怕是你城内的百姓 都觉得你懦弱无能 是个废物吧 交出你两个女儿 我还能饶你一命 谁说只有城主一个人的 嗯 长老 你们 您这些年对宁城尽心尽责 我们都看在眼里 怎能独自离去 近日 近日 我们随您守城 甘愿一同赴死 好一个甘愿赴死 省得本长老花力气斩走出根了 嗯 嗯 啊 啊 为了我们的女儿 最后再战一次吧 是哪个女人留下的护城打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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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圣体体质加持 一个道主镜的修饰 根本发挥不出真实威力 不堪一击 嗯 嗯 居然挡住了 青天妖狐 哦 你们是不是太自信了 啊 是宁小姐 她们平安回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结阵 哼 哼 还怕了 你们不疼 是剩起叫持的力量 这怎么可能 嗯 融合得不错 但还让对面那个老头有说话的力气 还是太慢了 哼 哼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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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toda 跑得真快呀 焱孕 你 你不会以为 我被宁城阵势所伤 就能杀了我吧 你能从护城大阵下逃脱 实力不弱于法身境 单论境界 我不是你的对手 算你识相 所以 我也不打算浪费时间 挑衅血炎解那么多次 给你个痛快都算好的了 不愧是姚池先后 竟然以自身道行来对抗大道 镇压神源 也正好给我们机会 用盛气得以镇压你 真眼教 以为用上盛气 你们就一定安全了 姚池先后的本领 本座自然不敢小看 苏盈 为了夺得神源 真眼教教主亲自来此秘境 真是令人惊讶 本座当然不只是为了神源 更是为了姚池先后你 几日后开启龙凤台 还请先后能亲自到云眼城关里 叶公子 你救了宁城所有人 宁某欠你的 实在太多了 其实能打退青天妖府 也是靠两位师姐和你们的护城大阵 反正你两个女儿都答应做我侍应 我也不亏 据说是公子赠了两柄宝剑给小女 才得以扭转乾坤 不知道剑是来自何处啊 是姚池的上品灵兵 当时情况紧急 叶宇才会赠予我们 对 我们还打算过些天和叶宇一起 去向姚池先后当面道谢呢 嗯 没错 嗯 还有一件事 刚才有人来向公子传话 那位真眼教的莫无伤大人 邀请你前往龙凤台 据说真眼教的龙凤台大势 能激发自身潜力 使道中品质提升 说不定了 我从剑须得到的神员 也可以借势练花 叶宇 被邀请去龙凤台的 几乎都是东盛神州十大人节 他们可都跟你有不小的仇啊 没关系 有些恩怨早该了结了 就知道劝不动你 既然决定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 我们 我们是你的侍女 当然要跟着你了 我当初也没想到 复苏圣体的办法是古地传承 但既然已经这样了 也总得做点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 当然没问题 看来这次 能见到不少老朋友了 上次我等任务失败 没有带回叶宇 愧对大人信任 我这师弟啊 什么都不如我 人缘倒还不错 但如果这次业余 敢应约龙凤台 哪怕有窃取秘书 我们也可以轻松镇压他 盯紧云眼城中的人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是 南絮 辛苦你了 不 我喜欢大人 愿意为大人做任何事 即使 我把你送到别人身边 你也愿意吗 什么 之前交给你的任务 你都没有完成 让我很失望啊 我知道 叶宇带你不错 所以你更该去说服他 如果教主亲自出手 叶宇定会命丧一起 我什么都得不到 我明白了 那就好 你在这里等我 回来我便送你下山去 是 大人慢走 他现在境界如何 圣子殿下的灵力波动 似乎比以前更强 但境界还是没任何变化 真是废物 你在原始圣地中 令真眼叫炎灭大师 给我好好在这里死过 很痛吧 这可是教主为了抑制你那神兽灵象 特意让我寻来的 明明是个聪明人 怎么看不清局势呢 你从哪里得到这种锁链的 与其好奇这个 圣子殿下不如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追随我 谁还能困得住你 叶宇 前面就是鱼眼城了吗 啊 马上就要到令人讨厌的地方了 能在这多享受一会儿试一会儿 是谁 剑千帆 看来你和这柄剑融合得不错啊 你的信上所写的事情是真的 你这次替我去剑虚走一趟 不就知道真假了吗 这可是禁忌大能者的机缘 你就不怕我转头和莫无伤联手 杀了你 继承那处秘境吗 你大可一世 到时候就看谁的剑更快了 哼 好了好了 都是自己人 千万不要为了我打起来哦 哼 你倒是好手段 把宁家两位小姐收服了 但我这次只答应帮你把人带出来 不管其他事 多谢 云眼城危机四伏 你可别死在那儿了 这剑庄主开口 就没一句好话 他说的是事实 整个东乘神州 只有摇池先后 能与真眼教教主匹敌 我们就算有圣洁 也不一定能护你周全 说什么呢 我这次只想安静走一趟龙凤台 可没打算招惹他们真眼教 我想杀的 至始至终 只有一个人 此处是真眼教属地云眼城 阁下进城有何贵干 射邀来参加龙凤台 阁下遵兴大名 叶宇 阁下请 你们真眼教给的下马威 就这点水准 还不够看 叶宇 很高兴你能应约来到云眼城 参加龙凤台之宴 真眼教的代客之道 真是奇特啊 龙凤台并非什么人都有资格参加 我也很好奇 莫无伤大人重视的人 实力究竟如何 圣子 你也看到了 杀你 绰绰有余 今日还未分出胜负呢 龙凤台之夜 我们会再见的 他怎么来云眼城呢 听说是真眼教邀请他来参加龙凤台的 我看 这明显是为了截杀他的陷阱吗 叶宇 莫大人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住所 请跟我来 消息得到的挺快啊 带路吧 这是莫大人特意为你安排的别院 希望你还满意 我还以为莫无伤会直接把我带到他的老巢续救呢 看来你们大人没这胆量啊 这别院中还有其他客人 你大可与他们好好续救 告辞 还有其他人 欢迎叶宇大人来到云眼城 南虚 叶宇 你居然也在这 叶宇 是你 你和黑眼家的仇怨 我大概知道 可你别在这时候四面树敌 他们不来招惹我 我自然乐得清闲 但如果他们敢来找我不痛快 叶宇大人还真是自信啊 双拳难低四手 你以为 你对付得了几个 你家大人把我故意安排在这里 本来就没打算让我顺心 不是吗 可我既然敢来 就不怕惹事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继续 东六哥 太爷爷他 不要担心 我已经抑制住黑眼圆根的腐蚀情况了 如果我能到达法身境 肯定能完全去除这暗基 可惜 要不是为了尽快振兴黑眼家 太爷爷也不会直接取用黑眼圆根修行 东六哥 我 小姐 黑眼圆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老祖宗也是迫不得已呀 今晚就由我来照看你太爷爷吧 轻衣 你要不要血流下来 怎么能打扰你休息呢 我还是去其他客房吧 清廉会和我一起召看他爷爷的 嗯 这怎么行 轻衣小姐 业余也在这别院里呢 你不怕他继续找你复仇吗 那个范东流 是什么来头 神王封圣子 十大人杰中排名第三 清冷绝尘 翩翩公子 黑眼家落败后 也只有他伸出了援手 又有实力 又深情专一 和叶宇大人 形成鲜明对比呢 叶宇 有位姑娘想见你 有事吗 叶公子 请舅舅我们家小姐 还有老祖宗 清廉 也付出任何代价 清廉姑娘 我可是你们的仇人啊 再说 你们小姐 都投靠那位范公子 范东流 就是导致老祖宗 暗吉加重的人 现在小姐和老祖宗 都在他手上 清廉不敢轻举妄动 是小姐当年被软禁 小姐毫不止气 还试图去求过老爷他们 请叶公子 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救救他吧 我不信任你 黑雁家的人 都不可信 你走吧 叶宇 算我搬来一趟 打扰了 真是绝情 那也比你那位 深情的范公子好 长得漂亮的 眼神都有问题 清一是无辜的 你未免也太记仇了吧 她无辜 当时我们可是 差点死在黑眼城里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要我帮忙 你问问他们同不同意 你 你要是不去 我就自己去 叶宇 清一毕竟是我们同门 去看一下也好呀 叶宇 拜托了 我这是收了两个侍女 还是两个组合呢 行 我可以去看看情况 但你们两个 也该做一些 侍女该做的事了 下流 叶宇能接连打败你们几个 应该不只是靠战绩那么简单 这小子最擅长扮猪吃虎 手段阴险 谁知道他还留有什么后招 我好像听见 有人背后说我坏话呀 叶宇 黑眼家已经没了 你还想怎样 非要我太爷爷死了 我死了 才甘心吗 清一小姐如此角色 死了未免太可惜了 不如你跟了我 我帮你太爷爷治疗暗急如何 你做梦 阁下当初欺软怕硬的行为 实在称不上君子 今天有我在这儿 休想动他们半分 范兄高看我了 我就是一流氓 只是 我看黑雁王这情况不太妙啊 不如让我诊治一下 范兄小心 你 小爷正好想找个人练练手 你们进去 我拦着他 你就这点本事 十大天交里 就没有一个能打的吗 我没功夫替你在这儿胡说八道 给我滚开 这么沉不住气 不会是你对黑雁王做了什么 心虚了吧 青天号 两位宁小姐又见面了 宁静 你对付他 好 怎么可能 宁静 我一直把你们当成朋友 你们为了晏语 竟然要伤害我唯一的亲人吗 清姨 相信我 我们不会伤害你太爷爷的 除了黑雁园 还有一股神怨的女娘 真是难缠 真是难缠 你还真在那儿看戏啊 我又打不过他 小心 要打就拿出真本事来 我没功夫陪你玩闹 说得好像你拿出真本事了一样 等到灯笼凤台那天再说吧 你觉得你还有命灯笼凤台吗 业宁 业宇 嗯 范东流范公子演技是真不错呀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哼 我们走 没事吧 清天昊 分别几日 你怎么连宁家小姐都打不过了 谁知道那丫头从哪里得到的灵病 交手时总觉得她境界都提升了不少 清廉 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看见义公子他们在打斗 实在害怕就没敢过来 小姐恕罪 你没事就好 我们把太爷爷扶回我们房间吧 东流哥 你早些休息 我一会儿让人去给你送晚饭 清衣小姐 我来帮你吧 唉 累死了 来个人 上茶 清廉姑娘没有骗我们 黑眼王体内确实有一股 不亚于黑猿猿根的力量 在加速他体内的暗集 我记得 神王风风主好像得到过神猿对吧 那刚才怎么不直接揭穿他 难道你怕了 我可没打算搅这桩麻烦 况且那个女人是不会相信我的 你是想让我们两败俱伤 你的主子渔翁得利是吧 夜宇大人 真是越来越不好骗了 有些事 与其别人告诉他真相 不如让他自己去寻找答案 哎呀 我刚才好像把空间器弄丢了 南虚姑娘对这里熟悉 帮我找找吧 宁艳师姐 有别的话要交代 我刚才 向黑眼王体内打入了陆仙剑的剑气 压制住了那两股力量 黑眼王可能今晚就会醒来 黑眼王是法深境 不可能察觉不出剑气的强大 但他如果真的出事 让范东流得到黑眼圆根 也会成为我的阻碍 你应该知道谷地传承在外界 是多大的诱惑 这我当然清楚 可是只有谷地剑气 能同时压制那两股力量 如果黑眼王性命不保 轻衣可能真的无法脱身了 我也是没办法才 这次是我冲动了 要打要发随你 别这么吊着 宁燕师姐做事一向有分寸 我相信你 但下次不能这样了 什么呢 这是莫大人的房间 谁允许你进来的 闭嘴 南旭姑娘 莫大人此时 在其他店内一室 有什么消息 告诉我就行 这是我的任务 我要当面向莫无伤大人 汇报情况 可莫大人没空 我在这里等他 嗯 我们走吧 他还真以为莫大人看上他了 可笑 密室里那位才是真角色 我还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 行了 莫大人还想去要中心 你 你是 姚池先后 南旭姑娘 莫无伤既然能让你随意进出这里 真是意外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是叶雨 还是 莫大人告诉你的 以我的地位 打听一些消息 很难吗 但看起来 你还没有醒悟呢 叶雨 是不是在云烟城 是啊 怎么 想求我放你出去 没时间了 看 要是能出去 我早出去了 不过 你倒是可以去帮他一个忙 你 你把我当成你的侍女了 我是莫无伤大人的人 凭什么帮你们 传说乌满一族古术惊人 可惜啊 最后 被用在了自己人身上 还给我 南旭 只要本心坚定 就无惧古术 你用心去感受 到底谁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 你难道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我从小就和他在一起 我的名字 我的记忆都是他给的 他说过 只相信我 他需要我 需要你 便是爱你吗 南旭 这古灵中的力量 是属于你的 我可以帮你解开部分封印 让你有足够的能力 去寻找答案 只要 你有勇气去承担真相 舒服 再下来一点 爽 姐姐 我 我不行了 爽好酸 我也不行了 够了吧 都半个时辰了 梦儿可是能伺候本少爷 一晚上的 你们这身体素质也太差了 你算哪门子 少爷 本小姐在府里 只有别人给我捏肩垂腿的份 而且 哪有让人按摩那么久的 我头都要捏断了 两位师姐 最开始可是你们自己答应下来的 怎么说你们也是我的侍女 其他规矩就算了 连这点小事都不能满足我 本来还打算帮黑炎家解决一下麻烦 叶宇 你真的愿意帮忙了 先叫几声好听的 少爷 少爷 你最好了 少爷 少爷 拜托了少爷 只有你能帮忙了 叶宇 没我的允许 谁也不准出来 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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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衡姐姐 你的见面礼 怎么每次都是这个 没点新花样啊 还有你 想跑 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呢 神呢 我好强的灵力 这是夜雨 动静不小啊 我劝你 要想登龙凤台 就安心坐在这 别去招惹麻烦 之前说夜雨是姚池先后的弟弟 我还觉得是姚传 现在看来 他还有几分资格 没想到只有你们两个 真眼教是派你们来送死的吧 你 你 果然 和之前不一样啊 我脾气是没以前那么好了 所以 劝你们别耍花招 燕雨 我们是来请你帮忙救圣子殿下的 从原始圣帝回来后 他便被教主囚禁在牢中 我们无法去查探情况 但如果你 一个个都要找我帮忙 当我是做慈善的嘛 你们是不是忘了 当初我可是差点死在他手里 你小子 能不能先把脚弹起来 当初若不是圣子殿下 有一放一马 你以为 你能抢走真教秘书吗 燕雨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啊 你不是想杀莫无伤吗 我们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真眼教内讧 对我来说百利无一害 你们与我始终立场不同 你们走吧 我的事也不用你们管 明日 真眼教只需说一句 杀业余者即可登龙奉台 那些世家传人 转头就成你死地 到时候 你只怕连莫无伤的影子 都没看见 立即就被那些人耗闻了 我当然知道 怎么 你家圣子有什么对策 圣子自有方法 他也不需要你劫于救人 你只需出现在 真眼教山门 给教主放殿下出来的理由 放他出来的理由 是我 小姐 今天夜宇应该是真先来为老祖宗诊治的 虽然他出言不逊 但他的实力您是清楚的 可他是导致我们黑炎家没落的人 我还对他说过 要找他报仇 他怎么会现在反过来帮太爷爷呢 那 小姐相信范东流所说 会无条件帮我们吗 东流哥毕竟是神王风传人 能为我做到这一步 我已经很满足了 如果他能将我唯一的亲人治好 黑炎圆根赠给他又何妨 小姐 是东流哥让人送来晚饭了吧 我去吧 小姐在这里陪着老祖宗 青莲 辛苦你了 好 美人 安静些 很快就过去了 让你的人准备吧 青莲怎么还没回来 青莲 太爷爷 这便是真眼教 具有龙凤大师的山脉 光是在这里 都能感觉到地上的强大 传言登上真眼教龙凤台 能成就最高的九品道中 但真眼教绝不会放夜宇 登上龙凤台 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我们发难 欢迎各位天骄前来参加龙凤台之宴 两个时辰后 龙凤大师便会融入龙凤台中 还有一事需要大家见证 教主大人正在准备 请大家在此稍等片刻 在这儿等什么 龙凤台不是快开启了吗 就让我们干站着等吧 这代客之道还不如那些小门派呢 这 这不是青莲小姐吗 青衣 你怎么 是不是我成为你的侍女 你就出手救我太爷爷 你以为当我侍女很容易 至于救人嘛 就看你表现好了 好 希望你信守承诺 青衣 你到底 哇 青衣小姐 你这是做什么 你疯了吗 范东流 我已经知道了 你为了占据黑夜圆根 在太爷爷系列黑夜圆时陷害他 我一直以为你这些年 是真心待我 没想到 你竟然是个委居子 神王风也算一个大脚 却靠欺骗姑娘感情来获取资源 太丢人了 丢人倒是无所谓 就怕赔了夫人又折兵呢 范东流 今天 我就要揭穿你卑鄙下作的手段 什么卑鄙手段 当初是你跪着求我救你们 难道我神王风 就要无条件帮忙吗 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况且 你们除了黑夜圆根有价值外 还剩下什么 要不是你自建床榻 我早就不管这点破事了 现在你在这里装什么清高 有什么脸面指责我 你胡说 原来如此 以前就听说啊 黑炎家是靠青衣小姐 在醉风阁卖身 来打听各路消息 世风日下呀 黑炎家被灭也是活该 青衣 今天就算是死 我也要为黑炎家证明清白 是好歹 青衣小姐好算计啊 要是我不出手 你就真准备赴死了 忍着 夜宇 你敢此时与我神王风作对 神王风算什么东西 他们又哪一个不是我的手下败将 喜欢藏在他人身后 看来是真眼教一贯的风格 但想利用他们对付我 为你太想瞧我的本事 夜宇 来到我真眼教的领地 还敢如此嚣张吗 是真眼教教主 终于来了 苏盈教主 既然都把我邀请到这儿 就别害羞了 出来见客吧 你屠落我真眼圣子 和教徒不顺 还不知悔改 他们的确不是你的对手 但总有人能对付你 本座就在这主殿坐着 等着见你的事 是那位首席圣子 事关真眼教的尊严 圣子殿下是戴罪立功 应该知道做什么吧 当然清楚 真眼教教主苏盈 在几日前 趁瑶池先后镇压神员时 用盛气镇压先后 什么 并将他强行带回真眼教囚禁 只为报复他的弟弟 瑶池先后竟然被真眼教抓起来了 瑶池曾在天的降临时 救过无数人命 真眼教怎么能这么做 要报复直接找叶宇啊 尊严谨 圣子殿下 您这是什么意思 苏盈身为仪教之主 却有如此卑劣手段 我虽为真眼教圣子 这次也不愿与小人为伍 你们快把瑶池先后请出来 瑶池先后的弟弟在这里 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猎身世家弟子就在云烟尘中 要是不教人 我们今天就闯进去 没错 我们闯进去救人 你们敢 圣子 苏四相 赶在真眼教的地盘上撒野 你们事先命太长了吗 等我死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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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 fixing 杀呀 烈焰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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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八千剑 真眼教不愧是大教啊 人还真多都不怕死是吧 全民殿下这是不准为当真眼教的恶劝 改当墙头草了 真眼教首席圣子都弃暗投明了 我这是审时夺势 叶宇 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现在可都听你这位姚池先后的弟弟发话了 为什么昨晚隐瞒我雪岩姐的事情 告诉你让你去送死呢 现在才是说出口的最佳时机 既破坏了他们的技务 还有人为你重逢宪政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狗屁感谢 你有想过雪岩姐在里面会经历什么吗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棋子 叶宇 不要算计我身边的人 你要与我合作 就该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 是本座大义了 一时心软 不然早该杀了那个孽种 失了人心 苏盈教主 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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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印听觉 这什么 他们不是去找帮手了吗 怎么了 糟了 他们被控制了 声音停下来了 见鬼了 这是想耗光我们体力吗 这里我来解决 带着你的人上去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侍女了 你 你在说什么 你们在这里助他领悟传承 我先上去 叶宇 你冷静点 等我们一起 放心 我有分寸 养育传 我早已唤清了 杀 杀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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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叶宇在这儿 快 别让他 闻间锤 叶宇 宫后多时了